以童花小旅行大头阵 4月22号登场的童花季活动很精彩 不只赏童花 更能体验客家文化中减雅的精神 客家人就是为了感恩 所以每年那个童花在开花的时候 大家都想说去看一看 我们有做了一个平台 每年童花开的时候 就请我们的客家朋友 大家回来看看我们的童花 也请所有所有的朋友们来 这是我们的客家美食 买一点我们的手工艺品 回到童花季的初衷 期望透过淡雅洁白的童花 回归单纯 唤醒旅人对山林文化的记忆 我们这一次主着推出童巨道 童巨道是教大家仪式八 是结合在地的人 地 文化 所以我们后面这有三个仪式八 教大家能深度的体验 活动内容精彩丰富 从食物 游戏等设计中 带民众体验客家的人文精神 那我们总管是也为了配合这个活动 也做了我们客家的美食 那个猪龙板菜包 还有客家粽 还有客家腌的那个萝卜 还有我们的姐妹手艺很巧 也做了一个那个手机包 陈志有请民众来马铃赏铜 让我们以 同花为饮 香气马铃 内疗 记者崔小军采访报导